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庆剧《升空下的人医》 吴京吴角已经来到结局州 剧情都看到人越来越欲紧 而在11月15日播出的一集 情节更加是弱心致极 剧情讲到由钟佳因饰演的Eman 本来已经怀孕八个月 因为救人深切 不小心和一位患有第五病的小朋友接触 由于这个病 有机会透过母体传染至胎儿 并对胎儿生命造成威胁 最终剧情交代 佳因不幸受到感染 即使要进行佛福产 也救不回宝宝 佳因对着死胎悲痛欲绝爆哭的演技 真是令观众看得都心悲 儿子 你好美 我对不起 妈妈害死你 对不起 我不想 妈妈害死你 对不起 说回预备拍这一场戏的感觉 在现实中已经是人母的佳因都说觉得很痛很难受 也对这一场戏特别难忘 看这个剧本 一想起我已经 我从未试过这么震 里面 以前拍过很多伤感戏都不会影响得我这么深 这次这一步可能我自己因为真的做了妈妈 所以当要拍这一场戏的时候 我的心很痛 拍完之后我也是头痛 因为我就是拍我宝宝死了 然后做C组织 拿了她出来 拿完出来之后 我要面对我的治療 但那个治療其实是很难成熟 她之前还在我的肚子里面 我连跟她说抱歉也没有机会 我很想她 我自己也很希望 我也可以组织一个小组去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度过这种难关 因为我想真的会不容易 其实佳恩在2008年的剧集 《金石良缘》也有一场小产气氛 对比13年前未为人母的演技 现在做了妈妈的佳恩 在演艺室去骨肉时的悲痛表现更为征扎 难怪佳恩会成为事后大热人选